說說新聞 通過警務人員 辭警務人員 做過保安 食蕉 什麼都有 所以對保安事真的要說說 今天看到新聞 警方應份破獲 一個導師集團 在運動場的鎖 用神父奇記 破解密碼鎖 何人密碼鎖 要是按號碼 要是按鈴鐺 轉轉轉 破解之後 偷信用卡 馬上去附近購物 套養 轉購 差不多有五六十萬貨 涉及了幾十萬貨幣 這陣子沒得偷 因為運動場都收皮 究竟收皮為何會破解 因為收集所有證據就被抓 就算沒有開 還有跑步或鎖 被人用到 其實密碼鎖好而破解 好而破解 最早期幾年前已經有這些個案 當年去游泳池 我記得一些新聞 游泳池拿一個鎖架 刺鎖架給你 是自己鎖的 當年也有些 碰一碰他會說 嘩 這樣就有 帶把塔仔去鎖 那些鎖也有 現在出事是沒有自己鎖的 純粹帶把塔仔或鎖去鎖 鎖仔 剛才提及過就是那些出事 金金金 還有鑽輪式那隻 因為那些相對比較便宜 我試過在那些 十元那些 對 我在雜貨店買過 我和那些自己有 我和那些自己有 帶隊去武當山 經常我的背囊都是 大陸那些治安會不會 武當山被人爆袋 立刻走進那些雜貨店 打算買鎖 又便宜又貴 看到有些 嘩 九十元 神經病 然後又要帶鎖匙 嘩 十元雞還有公仔 我買的差不多兩塊錢 那些 耶魯鎖那些 那些 耶魯鎖那些 一定要買以色列鎖 以色列鎖的鎖膽 基本上是世界最高技術 排名第一 然後那些鋼水 那些鋼水 你拿的消防員 鐵剪 鐵剪 也剪不斷 那些 如果自己不見鎖匙就很頭暈 也有的 所以網上有些評級 那些鎖頭怎樣為之穩陣 第一 U的位置 不能太過淺 因為很容易搓兩搓 便搓起了 然後密碼鎖 沒有那麼安全 最安全是用鎖匙 坊間有些貴的 好像用紙毛 還是什麼 鎖頭 對 之類的 沒電便吃 如果沒電便吃 壞了便開不了鎖 還有更安全的 那些鎖匙 那些鎖 可以帶鎖頭去 踢球那些場 都有些鐵籠 你自己加鎖 像你所說 你明知最輕便為主 不會帶鎖子 不會帶鎖匙鎖 隨便鑽輪式 或者按按按按 那些 最容易爆 你們都會爆 鑽輪的 鑽輪是怎樣爆 鑽輪 逐個位置對一對 它是特別鬆的 去到某一個位置 而那位置就是開鎖位 那位置就特別鬆 但是上面九粒 下面九粒 那是逐格試的 如果計算鎖輪 鎖輪 你一齊零零 試一試 一一一一試一試 哪個位置是最中的 其中一個號碼 就是那個組合 然後你逐個試一試 找第一個膽 即是那個位置特別順暢 對 然後你試下面二三個組合 基本上第二行第三行都容易試 試極都是幾十個 九十個 九十八個 用什麼 它還在跑圈 都沒有跑圈 你轉了三十個 還有啊 當時我看電影 那些密碼鎖 那些 即是當大門那些 他們拿類似雞毛掃 又不知有雙眼鏡一照 即是按四個號碼 對了 那四個號碼有手指毛 看電影 那四個號碼都是幾個組合 這樣搞定 所以劉青雲那套 好像港產片有這樣的劇情 什麼戰話那套 暗戰 暗戰 劉青雲就爆商業大廈的單位 他又拿了一包咖啡伴侶 然後他就吹下去 然後就 四個號碼 然後就撞 有手指毛 1888 8188 四重台複色 什麼 所以現在他們這些舞 他自己會隨便跳 一二三四 平時我們這樣 一二三四 他不是電子裏面再跳 這邊是一 那邊是二 好 讓你不知道那個指毛是及到誰 到時候 即使看到的指毛 只有九個位置 九個位置中了 因為他隨便轉 一二三四 不停 但是那些鎖頭對於我們 即是有個問題 我們這些年紀 老花 自己的號碼 都看不到 我試過鎖住了 譬如機場之類 那個地方又黑了 突然間自己有說 阿菜有沒有交曝 有有有 然後就打開一個背樓 慘了 看不到 什麼來的 你知道01、12、34、79 很小 開鬼島 不停地打開 真的會忘記登文碼 會 還有鎖頭那些 不見鎖匙 好常都不見 很嫉妒 一定要自己打開 有時放在家裡 通常如果習慣好的話 鎖匙一定要插在鎖頭上 旅行的時候才可以用 但好手尾掛了 就扔在一個盒子裡 一大盒鎖匙 可以丟掉 例如我舉個例子 我以前中學時 有長時間 小學到中學有寫日記 有些寫完一本 我就拿個小的鎖頭 鎖起它 就放在我媽媽那裡 我怕我媽媽把我的文章看得流眼淚 今天放學 見媽媽在廚房煮菜 看見她的背影令我非常感動 我馬上過旁邊屋 陳思拉浪衫的地方偷了一個 拿來煮湯喝 你由小學到中學 大學都有寫的 有很多本日記 鎖住 鎖匙 鎖匙不知全開 開不開 不開 不打開 一直封存 90年後 沒有很多回憶 那些鎖是很差的 road 10 點 不是說賣異色列索 學生都不夠費用 另外那隻比較容易被叫 既有那個鑽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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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隻手提電話叫切拼 監管的龍頭 更容易 1-0 十個號碼凸出來的銀色是最容易的 四個號碼按下去才會彈起 沒錯 四個號碼 最不簡單的 告訴大家 那些會壞 不是大家爆發 有些會掉出來的 對 有些會掉出來的 你先把號碼打平它 打平它 這樣就凸出來 你用手指弓 開鎖的位置 開鎖頭的位置 在底部 如果正常的那把鎖頭 按對四個號碼 再開鎖 才會彈鎖 還有一個按鈕 還有一個按鈕 OK 你先打扁它 你用手指按下方按鈕 如果四個號碼是密碼號碼 它自己會在動 即是又是劉青雲 對 又是劉青雲 這個最容易 看到它撥的時候 四個號碼已經在跳動 就是按四個號碼就開了 很危險 千萬不要這樣犯法 有鎖匙比較穩妥 有鎖匙比較穩妥 一分錢一分貨 我自己也被人霸誤 一年前我做尖那裏 租了一個鎖架 你自己找一個鎖 四季酒店的cup house 半島 有很多桌子 我只是在太治那裏 我自己找鎖 我找鑽輪式那一隻 鑽輪式已經比撥的好 撥的那一隻實知了 鑽輪式那一隻 我每次鎖回來 都調整一個號碼 假設三個零 我密碼假設三條九 我將它調整三個零 三個零 好了 第二個鎖 開完 我假設它猜到三個零 它動了 最後鎖回來 一二三 即是證明了不是三個零 我以為你塗一些鎖架 然後翌日發覺 哪一隻手最臭的 這位鎖架不見了 一定是有的 一定是有的 所以我每次按照同一個位置 關掉它 如果有人動過就知道它動了 我翌日已經被人動過了 那偷了什麼 沒有 它打開過我 幸好我只有洗頭水 洗澡液那些 沒有財物 它就關掉了 如果有其他東西就拿了 你太大意了 對於賊來說 如果它這麼辛苦 開了一個鎖架 偷不到東西的話 還出事 它一定是比火師興趣的 你那些洗頭水 可能它已經遷了幾個東西 你有沒有發覺 洗的時候沒有泡 浪費阿叔時間 你這個屋契 做支沒有信用卡 應該放一隻鎖架 什麼都偷不到 要我空手而回 知名男的會員喜歡用震彈槍 大家真的小心 鎖匙那些 通常一把鎖 都有兩條鎖匙 當你保持一條外出 另一條你保持在安全的位置 就可以了 你放在另一邊 你不要兩條都帶出外出 有一條 譬如 好像許冠文 它有成丑鎖匙 全部存起來 不知道哪條打 叫許冠英 逐條C 一定有一條開到的 其實是不是每個鎖頭 那條鎖匙都是獨家的 絕對不是 絕對不是 據根據說 有20把鎖是同一條鎖匙 等於家庭大廈的信箱 如果你不被拘捕 不是犯法 你把你的信箱鎖匙試 最少有4-5個單位是相同開的 因為它整批訂回來 哪有這麼多設計 和你一千把鎖 一萬把鎖 而且那些鎖匙有點差勁 我不算家庭房門的鎖 樓的鎖很差勁 自己放過信箱卡也可以 我試過 不小心鎖匙 住了這麼多年 都不知道要去哪裡了 我拿過一字批 螺絲批 插進時膽 一樓 領兩頁 領兩頁都可以開到 那些傻瓜 你說死不死 像荷里活踢浴面飛龍 用很多不同的工具 又可以破解一些東西 家庭房門鎖一直都差勁 其實放信箱卡 或者百勒通已經可以開到 要看鎖頭如何安裝 譬如房間外 鎖頭斜的方向房間外 你可以放信箱卡 但它安裝時 平方向外 你把自己的小朋友放進去都放不住 你看它如何安裝 通常斜的方向外 你放進去 就真的可以開到 以前我也試過開 開了之後 然後就 警鐘響 馬上走 走呀 那時候就響 臭小子 幹嘛偷媽媽的錢 出來包家 我們這些 男生可以包房間的 要是考試 要是找女生 要是拿爸爸的鹹書看 你現在也很危險 小偷 接下來一定會多 因為失業的人 經濟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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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撈開偏門的人 有公開 現在偏門都收拾了 現在要重操舊業 還要過年 年關 大家要小心一點 大家要小心一點 尤其是沒有看間的單凍式舊樓 那些就比較危險 屋苑也可能會比較好 是的 或者那些 半山區的豪宅等等 它又不會特別爆 那些村子 因為不知道裡面有沒有貨 除非它進去裝個收 又或者 進去送個貨 看到那些環境 然後它也忍不住 就走差踏錯了 沒錯 而且如果你們屋邨 或者舊樓大廈 如果看看有沒有人搞你的門 都要出街 最好平時 就流行 放一枝香雞 或者放在自己的鐵閘的位置 先攝一攝 好 當有人動過 那枝香雞一定會掉 他又不會那麼沒有手尾 跟你一起蒸了 可能區議員動過 攝位單張 那就要拘捕他們 所以就奇怪 你說犯案那些 你知道他們有時候都受性 那年我們有討論過 那個 不知道香港網紅 還是大陸YouTuber 樣子都很正的 被人爆炸 香港那個 打他的兒子 打他的兒子 但那三個大漢又不撿他一劑 真的奇怪 我也覺得奇怪 都綁起來了 綁起來了 還不做4P 可能他對工人有興趣 對小朋友有興趣 對小朋友有興趣 真的不知道 奇怪了 不過剛才看 這個叫做 YouTube那裏 有些電視台做了 都是這幾天的 都是說回香港的貧窮問題 有些就做失業 失業率是6.6% 差不多40多萬人沒工作 然後貧窮線那裏 他都很QK的 如果沒有 什麼都補貼不算的話 最少貧窮線那裏以下 140多萬人 包括很多老人家 獨居老人 撿紙皮那些都是的 但是另外一個計法 就是當政府補貼了那些 可能什麼2元 又什麼在職 什麼生活 什麼補貼 又達了6.8萬 這些也是數字遊戲的 所以你想想 原本窮開那批 都繼續窮 再加上失業那些人 就變成了他們被迫不能吃 又是 這年他很窮 所以 這個過年的期間 或過年之後 都會更加多人是辛苦的 所以那個智商 160 180 168 168 那個昨天出來說 很慘的 大家失業 說那麼多廢話 幫到的就已經幫著 你幫不到的 你出來說廢話 他說接下來我們都會跟業界談 商量一下 看看有什麼 補助就業 救一下一些基層 令到他們這樣 不行 說浪費氣 有辦法一早就做了 是不是 他最喜歡說那件事 就是說 很難做 你提的建議是很難做 但他昨天又說了一次 因為 你不要理哪個政黨提 就關於這個失業援助基金 這樣就說政府不會考慮 他的解釋 就是說 如果 要找一個失業援助的津貼 或者基金的話 是要 查明他的身份 看看他的資產 行政費那方面 是天文數字的 是沒有可能的 是做不到的 永遠他 都是 說做不到的 不要緊的 他還要說到 超級做不到的 你想想你有多少東西 在你的口說中是做到的 所以我們上個星期也都說了 現在NPF 大部份人的戶口都說有五六十萬 即速 即是自NPF 你說不能動NPF 你不能動NPF 行 沒問題 接下來可以預示 一 加稅 但是已經 各行各業 百上加根 你要他加稅 即是逼死他 逼死他 這是第一 第二 你說派錢 派錢不是問題 你庫房有錢 但是你派一下派一下派到 政府可能連續幾年財赤 然後瑞士信貸的評級 令到香港財政穩健的評級 就降低了 這個其實長遠來說 是影響香港的經濟結構 這個是一定死的 對不對 唯有就是用NPF 用這兩三年的錢 之後的經濟就讓他好 第一你用NPF 不會動到政府的錢 第二你不會影響香港的信貸評級 經濟地位一樣強勁 政府財政一樣健全 你又不是加稅 又不用加稅 簡單來說 政府沒有額外開支 但是又能夠救到人 現在是解言離之急 對呀 政府是白癡的 對呀 我們的建議很好 對呀 阿鵬那個 就是那個動用NPF 我們推而求其癡 對呀 賺了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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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動你的本金 對呀 你也不行 因為平均 正是突出的那些 對呀 平均都現在 股票升到這麼厲害 如果是進取那些 8% 現在是 賺了 還有你累計來說 應該都有兩三成回報 就是當你過去的供款 是說三十萬 其實賺了十幾萬 那你就拿了十幾萬 賺了回來 對呀 解疑備之急 你又怕別人拿了 你可以失一個限額 假設可能是月薪的六倍 對呀 或者一百倍就再計算了 又或者賺了那些 就拿得賺到那些 就是最公平的 還有這場溫疫 大家預計 可能要多打兩年到三年 那時候如果計算西班牙流感最差 就是要三年時間才恢復 我們上年熬了一年 熬了今年 就是熬了兩年 但是根據現在的科技的先進 世界各國的合作 不用三年了吧 就是熬了2021年 你拿NPF那些少許就熬了今年 那就搞定了 明年再計算吧 絕對支持 一個月都是供1000-2000元 計算老闆 那個人是1000元 3000元 乘12個月 拿三皮幾東西出來而已 每人有多難啊 對呀 三皮幾東西 當累積賺的那些都有 三皮幾 最重要是 你是不影響政府財政 是啊 最前提就是這樣啊 但是NPF不是他作主 阿爺作主 可能是阿爺作主 經常都說 你們現在這樣拿 老了就知道 根本他們就是希望 大家 我們現在年紀老了 到時他又會說 如果你NPF 或者自己戶口多少錢 這些福利又不能享用了 一定 自產審查 所以他經常都說不給你 一定啊 到時怕咬他大筆一點 不是啊 還有啊 蔡誠 全力爭取 投注戶口可以免稅 投注116減稅 哦 是啊 這些是不值得鼓勵的 如果你是投注戶口減稅 我買股票也是投注來的 對呀 那些為什麼又可以呢 不是啊 買股票 要給人花稅 你現在NPF 自願存錢那些都可以唯有售 唯一揚 你NPF 都是撥下去賭那邊的 你也是投資的 阿通你這個一言驚醒夢中人 你說的是投資 譬如你現在政府說 建議人自己再買多些NPF 其實我是在做的 因為我有月供股票習慣 那個月供股票我是當存錢的 其實是我的另類NPF 我月供的錢應該是用來扣稅的 他又給你扣稅 但是不可以嘛 你月供那部分可不可以隨時拿出來的 可以 即不是NPF一部份 不是的 自己做的 你什麼時候停又可以 什麼時候改銀買又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用來扣稅 你買EVO可以扣稅 我月供股票 我自己做自己的NPF 又不可以扣稅 對呀 政府會想那些就不會益利的 譬如說那些叫做提高 那些2元的時候他想過的 要65歲或者什麼年遲退休 到時候應該3元了 就是幫政府省錢那些他會自己想 你叫他問他拿錢 每個人都說NO 休息日後再說 這個泛民撤稅退後 都廢話時看 今天他們又繼續開會 剛才臨做節目之前 看Facebook 有些笑話 是不是 都忍不住按下去 聽聽他說什麼 其中一個我最欣賞的 這個葉劉 財女 今天準備好充足 如果葉劉能夠早點認識他 早40年認識他 真是無謂 玩腳都玩半年了 金星 很重口味 一齊做瑜伽 他真的很視而不捨 一定比717硬硬 對 這個叫做過月曆 或經歷接受壓力的程度 近勝717 我們有些資料循環可以再使用 發哥在外面可以找回 我剛才5時報新聞 有個葉劉的生畢 那段真的要聽 我剪輯了少許的 不是竹本 因為竹本後來又說抗疫 當然 詳情大家可以上立法會官方網頁 因為特首說完施政報告之後 都要致謝動議 今天討論 發表看法 對於施政報告怎樣看 有沒有資料補充 葉太真厲害 有資料補充 你以為做節目嗎 蔡廣言到阿通說完 不說多說兩句補充 補充兩句 他真的有膽量補充 還要有骨 他確實在場那麼多個立法會議員 是他經歷過 那個叫做有份參與 有份量 有份量 捉見這個代表性 比美拜登 還有他有份歷史文件 應該放在歷史博物館 如果拿去拍賣最少值200萬 最少 先聽一下葉劉怎麼說 好啊我們先聽聽吧 很高興見到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 已經就一國兩制的精神和初心 用了較大的蝙蝠來展述 但我覺得仍然是需要多講 給多些香港人明白 一國兩制帶來給我們的好處 特別是作為一個 當年曾經參與中英談判 和基本法草擬的過來人 我更加要跟香港人說 一國兩制的確是得來不易 除了能夠保障我們原來的生活方式 和我們的資本主義制度 獨立的法制、稅制、金融機制等等之外 我想指出 特別是對很多對基本法有疑惑的人士指出 其實是基本法給了我們非常高的 前所未有的人權的保障 我手上有一本 《1984年我私人珍藏9月》 英國政府發表的 《有關香港前途協議中英聯合聲明》 《土岸的白皮村》 《1984年9月》 我也有本《Pan House》《私人珍藏9月》 我小弟當年六歲 我小弟當年六歲 我小弟十幾歲 十幾歲 你有十幾歲 如果他提出 《私人珍藏》 提出這件事 他絕對有資格 他批評好評 說得《基本法》的好處並不全面 當然大前提 《基本法》當然好 你甚麼 你跟著 當然好 現在這個時勢就是你喜歡跟不喜歡跟不跟 你曾經有份參與《中英聯合聲明》的歷史過程 其實是一個歷史見證人 包括當事人也好,雙方官員也好,以及記者、行家 仍然是一份光榮,跟蹤整個談判的過程 但現在事隔了差不多40年 曾經參與過、見證過《中英聯合聲明》 由草耳到政制白皮書什麼都好 那些都死得七七八八,不是死剩很多人 所以葉劉是很年輕去參與這件歷史盛事 現在他都五、六十歲 好像不知道 四十年前,他很年輕,二十多歲 六十多 我幫你問一下,我幫你問一下,我先問一下 我幫你問一下,我幫你問一下,阿哥哥 想當年,如果算官員算 或是做這個政府的崗位 他真的很超卓 剛剛七十歲 七十歲,正值四年 三十歲左右 三十歲去參與聯合聲明,他很厲害 因為人家說明英文文學一級榮譽畢業 那豈不是比七十七厲害 一級榮譽 又去牛津還是劍橋進修 拿來碩士還是博士 對 早前我看過一些文章 有些人翻查他,原來他去外國留學的時候 研究一位十六世紀英國偉大詩人的作品 如果葉劉不是從政的,他真的會在Youtube頻道製作KOL 講講英國文學,那些沙士比喇 德哥那些都走到一邊 德哥一向跟他有個比 可能德哥跟他聯合著本書 沙士比喇這個舞台劇的傳書 沙士比喇起機集 我如何令沙士比喇起機 我聽說葉劉喜歡幫人起機 他提供跑道給人 他為年輕人提供跑道 即是幫人起機 他很喜歡幫年輕人 說回葉劉今天那個發言 他覺得對 去憤慈七七 我覺得他絕對有資格 他真的有份 他即是用一個大姐姐的身份 你雖然做特首 但你聽我說吧 我CENIA的眼睛都不同 還有他拿了1984年9月的本書 很有一個警勢的作用 他是有份參與 我們譬如不討論基本法 有一點點替他不值 因為聽新聞或之類的朋友 你當作錯覺也好 好像他有一點李白道府的感覺 你哀屈屈不得志 我這麼忠心愛國 我這麼愛這個國家 李白 才高幾十豆 一喝醉就寫 寫那些詩簡直可以震撼世界 為何你不重用我 找我讀兵法 道府那些要登高樓而歎別 我的領導臣 為何不肯讓我領軍 葉劉有少許望門輕態 我常常在這裏也好 反斗歷史也好 在香港官場 大陸也是 有文化掃養官員 真是尿尿可數 葉劉高 葉劉一向高 我印象以前的房屋署長 苗學禮 以前他做海事署 苗學禮是漢學家 他對中國圖詞很有研究 他在亞非學院研究中東或其他世界 他對中國圖詞很有學識 他是專家 第二個 我真的想不到葉劉 現在這個情況 如果擺兩個選擇 接下來誰做特首 777 和葉劉呢 我選葉劉 中央我覺得真是走漏眼 因為我們這些讀人民學科長大的 覺得一個治國的人 或者一個地區首長 你讀人民學科出身是比較人性的 沒有那麼功利 想法是全面的 因為早前拜讀一些知識界的人 那些散文在葉劉底 原來他是研究伊利莎白年代的一位非常出色的詩人 即是葉劉? 對 我去研究這些人? 我是不認識的 原來他是伊利莎白年代的 一個叫Philip Sidney的英國詩人 我沒有看過他的東西 也看不清楚 不過根據遺跡 我看完都很硬 Philip Sidney是16世紀的人 英國詩人 宮廷官員 政治家 學者 軍人 伊利莎白時代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原來他的作品被認為是繼沙士比亞之後 最好的伊利莎白十四行詩 是厲害人 一個葉劉 研究這些東西這麼離地 這麼有文化素養 其實他不做特首真的浪費了 研究16多年 英國當時叫做 即將啟動大航海時代 上位的時代 皇家艦隊橫掃歐洲去亞洲 最厲害的時候的英國 那時他打西班牙無敵艦隊 對呀 從1600到1900年 這300年 在海中看到他之旗 你好走啦 死定的 脫衣有褲 脫衣有褲 你強迫我啦 對呀 差不多 略食者 那些是西班牙船 那些不是無敵艦隊 那些王家艦隊很厲害的 西班牙船看到的那些酒 普通亞船 是拆船而已 英國那些很厲害的 你想想 寫那些詩 那些人當時 寫手詩已經有錢給你了 很厲害的 那如果是現在 題外話 世界杯英格蘭厲害一點 還是西班牙厲害一點 當然西班牙 西班牙厲害一點 所以有時 我不是說 人比人比死人 立法會兒有一個資格問頂做特首的 一位高官 又有才高八斗 但坐在旁邊的同事 連哪份報紙打哪份報紙都未解釋 可能英文都不太懂 你說怎樣溝通 我大頭強覺得英國那份《遺報》是世界衛生組織出的報紙 所以裡面寫關於疫情的假新聞評論 好像一參考全場壓研 《遺報》就是世界衛生的報紙 《遺報》是世界衛生組織出的《遺報》 《蘋果日報》也是屬於《遺報》的《遺報》 《遺報》也是屬於《遺報》出的《遺報》 所以我在想葉劉應該坐在大頭強第一行 葉劉應該第二、第三行 葉劉真的聽到之後 吐了一堆電吐出來 9億電、大電、中電、細電、里電 什麼電都吐出來 我應該要動議行管會也好 財經事務委員會也好 負責政府撥款 其實應該要撥夠錢 是給一些立法會議員補習 補英文 開一個班給他們 這個不是 他們現在這麼嚴格 又推出紅黃牌制度 如果有搞事 就趕他們出去 全日不讓他們開會 反正都這麼嚴謹 對立法會議員 現在立法會議員都玩完了 再嚴謹一點 在這個立法會裡成立一個質素監控委員會 又或者外拼一些 譬如說 鵬哥那些厲害的人 2021年1月21日 茂里強發言 誤報 英國遺報 是世界衛生組織的報紙 評論的總結 然後叫他捉他 然後培訓 然後分析他 你做立法會議員 可不可以讀書 不是做共產黨 就是這麼乞丐 還有 你們這些發言 議員 是靠口才 辯論的 總之我們當用電台準則 聽了兩分鐘之後 哭路就逐個數 如果超過三個哭路 沒有了 要黃牌警告 說話不夠精彩 沒有噴廚位 沒有起承轉合 完全不行 我發現的時候 咬字又不清晰 又不抑揚頓挫 你怎樣做議員 但是我認識一個中文老師 他很厲害 當年是教育局 他退休了 他就是專門 讓他走到政府部門 要自證康員 對 跟他們上課 上什麼課呢 就是教他們出通告 都上幾課 前本要怎樣寫 要怎樣寫 稱衛 上本下本 擺位 日期寫哪一邊 自己的地址 要不需要縮小 那些通告好像小學已經學過了 對 但是他就怕他們 你們這些官員 麻煩你們 出來又被將軍 就在浴室 亂來的很多 對 他們政府都知道 所以就找教育局的教授級 又或者那些中文老師 跟他們出 還有一些常用字 日常用語 麻煩你們轉一轉那些 真的要收拾他們幾課 還有我也建議 其實應該在立法會議事堂辯論 其實應該是要 你也知道 香港人是兩文三語 英文 普通話 還有廣東話 你全部用廣東話 發現其實就不夠國際化 因為有時候 中央都想聽聽立法會議員的演說 用普通話 國際上也有很多人想聽到你的發言 就用英文 英文 也好 發言之前就出到主席台 抽籤 抽到廣東話 中文、英文還是廣東話 抽到你就用那種語言來發言 慘了我打疫苗 抽到火氣 慘了 抽到火氣 中文三語 應該接受培訓 你有這麼多津貼 立法會有兩個議員 不論中文和英文 我覺得他們的發言 是可聽性很高的 葉劉中英文也很厲害 說英文就差點 如果說自政康員 郭榮鏗 英文 真的學到英文 不 矮矮的阿大的朋友也很厲害 Chymer Besser 不是 矮矮的 石禮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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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聽的 第二個我就是想說石禮謙 石禮謙 中英文都這麼流利 是可聽的 好像廣播 聽起來是順義的 不是港式英文 你應該要去到這樣的標準 普通話勁那個 很肥很大健 石禮謙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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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記一個その名字 哪有人 我真的忘記了 回來 黃定光 黃定光就是睡覺抗爭 另外有個 都是律師來的 好像好肥 very 長zeitig 那些根商是普通話穩實 普通話政治少留意 廣東話和英文 當然是要的 就是不要不想 8 Chapter 自己的男朋友精南點啊 應該很厲害 那以前郭榮鏗 перев了 朋友也很小 不要澳門的話就拿 笨人 不是啊 那個有娛樂性 如果你是古天樂 蟲人超之流那些 講普通話 我真的聽 輪胎輪 你真的要加字幕 那就夠風出幽默 其實這個立法會有一個叫做開會直播的網站 你可以大概留意到每次 譬如經過不同平台看立法會開會有多少人數 這個你其實也要交數 你不可以說公眾利益轉播 然後發現那些泛民在那時候 那些觀賞率很高 現在只剩一兩件 為什麼呢 你想想如何提高一些人去看的興趣 要關心立法會會議 以前看就看你吵架 現在不吵架了 不吵架你也要想一些辦法 不是叫你唱歌跳舞 譬如鵬哥那些 教英文 打字幕 講普通話 廣東話 再不像葉劉那樣 這麼高質素 他今天的準備很好 連歷史文件都拿出來 這些就是檔案風雲 他真的有準備 有準備 不是那些什麼 維捕是世衛的報紙 我頂你 這些是紅牌出場 那些真的聽到噴飯 我以為拍戲的笑話 我以為是拍戲的笑話 大頭強這半年都已經出醜無數 麻煩你公賊黨去訓練一下他 又扯人三尾 駕車開會 又被人家搞到自收 還要說錯話 大哥 真是中學生都不如吃屎 以為探索後面換了鋪就行了 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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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安全帶都出賣了 北極企鵝 還有一個北極企鵝 北極企鵝就生病了 好心啊 美女娟 你搞搞你的團友 一個又漲爆 一個又整個維捕